金牌大間諜 當心小感冒 再作祟 妳怎麼了 怎麼了 感冒 怎麼說妳這樣怎麼執行任務 OK的 就是驚險了一點而已 驚險 妳怎麼了 我剛剛就是潛入一個秘密基地 要搜取一些情報的時候 不小心就這樣打了一個噴嚏 把警犬給吵醒了 小心一點 他就開始追我 我就一直跑 我來跑 我跑過三條街 又越過一條橋 然後再穿過一個學校 經過一個公園 還溜了一個滑梯 終於 終於怎麼了 我把它帶回來了 妳不是說警衛犬嗎 就是長得小一點 長得小一點的警衛犬 這麼驚險 所以妳找到什麼情報了 妳知道嗎 最近天氣的變化是不是非常的大 有很多人跟我一樣 有一些感冒症狀 像是我剛剛打噴嚏 咳嗽 喉嚨痛 頭痛 這些感冒的症狀妳知道嗎 其實它也是我們一些 病症早期的徵兆 如果妳把它當成感冒再拖延 有可能會變成大問題 千萬不要輕忽的小感冒 輕則被狗追 大則要擬命 到底感冒 這是結論 對 這是結論 到底感冒會引發哪些致命的危機 又可能是哪些病症的前兆呢 趕快來關心一下 今天的感冒危機警報 走 首先歡迎今天與我們分享 感冒症狀相關問題的 金牌聯合醫師團 以及四位陪審團 歡迎來到金牌大間諜 千萬千萬拜託 不要以為只是個小感冒 休息一下他自己就會康復了 應該OK了 你們另外的小感冒 最近會演變出哪些可怕的疾病出來 趕快來請教一下我們的醫師 好不好 感冒一般來說就是 上呼吸道感染就是會 你的上呼吸道從喉嚨以上 鼻子 嘴巴 喉嚨後面 吸口 對 就是被病毒感染到 吸口都會有反應 不可能造成感冒症狀的 病毒 據統計來說 就可能有150幾種到200多種 對 所以你要醫生說判斷說 你一開始有什麼症狀 就是什麼病毒 老實講很難 假如你有一些打噴嚏 流鼻水 發燒 喉嚨痛 這個的話你如果記住 超過五天可能就會有問題 它可能就會 你一開始可能是病毒感染 到後面可能會 併發一些 細菌感染 有一些嚴重的後果 像我之前就有一個學長的診所 30幾歲的一個 胖胖壯壯的 然後他就是 就是自視著自己就是很健康 平常我在健身 然後很壯 強壯 然後就是這次來就是喉嚨痛 痛了一個禮拜 痛到後面就是 整個覺得喉嚨好像被掐住這樣子 然後最後呼吸都會有一點喘 這樣 哇塞 然後像就是幫他用反射鏡 我們都用鏡子 然後去看說啊 嘴巴張開 然後看到喉嚨深處 對 然後就說 就跟護士說 這個可能會有問題 就是我們一般來說 像鼻竇炎可能會變成 會跑到眼睛 跑到腦對不對 這個都會過個一兩天 幾個禮拜才會有一些症狀 可是我們人最不能怎麼樣 不能呼吸就會死掉 對 那個病人就叫做 他的喉嚨這邊整個腫起來 在氣管的上面 對 腫到已經 兩個聲帶都已經沒有辦法動 對 如果到 就是學長就是很警覺 然後馬上就跟他叫做護車 果然到急診的時候 就是已經幾乎喘不過氣 我們問魏醫師就知道 我們喘不過氣的時候 第一個想法就是什麼 要趕快幫他插管 可是他呼吸道就是塞住了 沒有辦法插管 插管就沒辦法 對 那怎麼辦 怎麼辦 我們就 割喉 做個氣切 哇 要不然這才把他救回來 不然的話就是真的會死掉 所以就是要注意 就是可能你感冒了一陣子 真的沒有好 還是一定要去看醫生 不要自己亂吃藥 我曾經遇過一個40歲的工人 那他其實最近的工作比較繁忙 比較多 那其實他後來有一些感冒症狀出現的時候 其實他也沒得休息 也沒有辦法跟人家換班 因為整組 整組的人員都在工作 所以他根本沒得交替 那後來這樣子的症狀持續了三天之後 他開始會發燒 會頭痛 那有一天下班的時候 他就發現 他就是很容易發脾氣 就是感覺他平常的表達跟意識 跟一般那種很溫和的狀態 是不太一樣的 那甚至都會罵他 那整個意識狀態像喝醉酒一樣 那他還想說他最近可能因為感冒 又因為工作壓力太大 心情不好 本來也沒有理他 心情不好 對 結果到半夜的時候他發高燒 開始胡言亂言 他才發現他叫不太醒的時候 才發現不太對 那時候就趕快把他送來急診 那來急診的時候其實已經 那後來這樣子的病時 其實我們就覺得很像腦膜炎的病時 就幫他做了那個腰椎穿刺 他的腦脊水溢出來化驗 果然是腦膜炎 而且當時的腦壓也滿高的 那後來這個先生 經過治療之後 其實運氣比較不好 他因為很嚴重的腦膜炎 結果他最後 他其實大部分的大腦的朋友都受損了 哇 受損了 對 他對外界的表達只剩下眼睛 你跟他講什麼 你叫他眨眼他會眨 可是他沒有辦法控制他的身體 也沒有辦法講話 就一直是植物人了 這麼嚴重啊 其實感冒會引起所謂的致命的心肌炎 之前有一個11歲的小朋友 那看起來是小朋友 可是他大概長得到150公分 160公分左右 11歲 150 60公分 差不多 那他 據他家人所述 就是說他最近他都覺得胸悶胸痛 然後越來越喘 然後全身無力 那時候他來到我們集成的時候 他感冒其實一個禮拜都沒有好 結果會發現說 其實他的心肝怎麼那麼慢 只有30幾下 結果做了一張信念圖 發現他是一個傳導阻斷 就是心防心室的傳導阻斷 那這一個 很嚴重的心率不整 嚴重的心率不整 對 那這時候我們幫他抽個血 發現說他的心臟效果有比較高 這時候他們就是想說 會不會是這個心肌梗塞或心肌炎 所以當下會整我們的心臟課 那其實我們那時候幫他做了心刀 發現血管當然是通的 那發現說他心臟的收縮並不是那麼好 血壓也是往下掉 就有心肌休克的現象 所以我們當下就幫他放了 主動脈氣球棒 來維持他的血壓 他就是像一根管子 裡面有一個氣球 前段是一個氣球 放在我們的主動脈裡面 那當他這個氣球擴張跟收縮的時候 會減低心臟的負擔 那當下其實病人的病況是相當危急的 那有跟這個葉克摩團隊就保持聯絡說 就萬一如果他隨時有狀況的時候 就馬上就要放上葉克摩 這麼嚴重啊 對 如果懷疑他是心肌炎 其實沒有特別的一個治療方式 就是支持性的治療 就讓他進交病房 然後維持他的血壓跟他的呼吸 那等他這個風暴過後之後 他會自動康復這樣子 他會康復嘛照樣聽起來 對 他會康復 會康復 當然有一些人他是不會恢復的 那有些人他會留下比較嚴重的併發症 那像我之前有一個護校的妹妹 他跟死神薄鬥之後 他也是回來了 被我們拉回來 可是到最後他心臟只剩下 11到20左右 原則上我們正常人的心臟的功能 大概是55到60 他只剩五分之一的心臟的功能而已 所以他只要動一下就非常的喘 所以到下就只能等換心 要等換心啊 對 以後就要換心 比如說剛才前面的那位11歲 但是有150 60公分的那一位 那位小學同學 那個後來狀況比較好 他有回來 回來之後基本上他最後就是 他可以回到課堂 也可以做一般的運動 可是體力就變得比較差 那是所謂的流行性感冒的重症 就是我們講重症容易引起心肌炎 這麼嚴重 重症引起的心肌炎 孩子很容易被診斷成感冒 對 其實小朋友有感冒很多 我自己診所裡面有一個6歲的孩子 他媽媽帶來主要抱怨說 他耳朵會流湯 流水 耳朵很嚴重吧 然後心心臭臭的 我媽媽很特殊 媽媽會去聞兒子的耳朵 然後我問了 他感冒其實已經感冒了三個禮拜 他們家裡面都覺得 就只是小感冒而已嘛 咳嗽 流鼻水 我們不見得需要吃藥 結果就因為這樣子流湯流水 就來我診所 我問他 他說 他最近看電視越靠越近 因為他聽不到電視發出的聲音 然後他因為感冒 然後這個鼻水鼻涕沿著這個叫耳煙管 耳煙管就是平常平衡耳朵裡面的壓力 就像你坐飛機的時候 會忽然之間覺得 啵啵啵的那個壓力差 塞住 所以鼻水鼻涕就沿著耳煙管 影響到耳朵 唉唷 我用那個耳鏡看到他左邊的耳朵 耳膜是一整片紅的 然後耳膜裡面 積了液體 看起來很像沙拉油一樣 這個叫中耳肌液 中耳肌蓄濃 然後我看他右邊的耳朵 耳膜是破掉的 怎麼破 耳膜是一層薄薄的膜 然後它的正中央就是一個洞 理論上來講因為那個細菌 它是很凶狠的細菌 然後因為感冒這個細菌 影響到耳朵之後 進一步就把耳膜整個就影響到 然後那個湯湯水水 就是那些濃流出來 好可怕喔 這有致命的危險嗎 如果再進一步放下去 這些細菌會跑到哪裡去 我們不知道 因為中耳炎 鼻鬥炎 腦膜炎 這些都可能會連環影響 但是那個孩子 接下來的兩年三年內 他單邊的耳朵聽力都幾乎 只剩下20%到30%的能力 我覺得小朋友的感冒 是讓我們最捉摸不定的 像我兒子他大概兩三歲 那時候也是突然感冒 那一般感冒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都送嘉義科 OK 小 那他幫他確診之後 OK 給他藥 吃了三天之後 我兒子的咳嗽症狀緩解了 發燒也沒有發燒了 可是鼻涕還是一直 在那邊給我吸 醒鼻涕 我想說這感覺上 應該是感冒後期的症狀 應該是快好快好 鼻涕還會留一點點 我就沒有理他 就像繼續過這樣 過了兩三天之後 我發現不對喔 他晚上睡覺開始打呼很大聲 而且常常被自己嚇醒 是因為他可能呼吸 他用嘴巴呼吸 他鼻子已經不通了 他就用嘴巴呼吸 被自己氣醒說 自己怎麼呼吸這麼不順暢 因為他慣性還是用鼻子 他如果慣性用鼻子的情況之下 他又沒有辦法呼到空氣 他就會打開嘴巴 所以常常這樣睡醒 半醒這樣 我想說怪怪的 我還把他帶去那個什麼 宮廟去搜一下金箱 想說 我也是 他用什麼 就演了一看 怪怪怪嗎 大罪金 你覺得這不是傳染病 是因果病 因為你覺得太詭異了 你知道嗎 後來再過一陣子 想說真的不大對勁 因為呼吸越來越大聲 他有慣性就是會一直吸鼻涕 把鼻涕吸進去 後來就想說 對 那個宮廟沒有用 因為還是症狀 還是在 有時候帶回去那個小兒科 醫生就說 對 醫生就說還好妳有帶回來 因為他繼續激下去 他會變成鼻痘炎 因為他沒有習慣醒鼻涕 他一直吸 一直吸進去 所有的鼻涕都激在這裡 那個時候 醫生叫我每天都去診所 去蒸鼻子 讓它裡面這邊那個 鼻子那個濃全部蒸出來 它是吸那個食鹽水 讓裡面那個鼻腔裡面那種 已經結塊的東西 是可以沖出血 它是可以軟化它 讓它排出來 對 後來才好的 他說還好妳又早一點來帶它 如果再往後的話 會變鼻痘炎 它說會傷到腦 就是會變得很嚴重 鼻痘炎會傷腦嗎 鼻痘炎應該是 發燒不退還未寒 可能是這個病毒再作怪 他有一次跟我說 我覺得我發燒了 就是感冒很難過 我們也是想說就 簡單的給他吃藥就好 就大人就隨便 後來他就覺得不太對勁 他只要時間 就是好像有一個週期 時間一到他就開始發冷 然後跟我說我全身 很嚴重 鼻痘炎應該是 我們的頭 這邊 臉 臉是其實中空的 然後這個其實 也是中空的 對 臉裡面的骨頭是中空的 就是鼻痘 所以我們的眼睛跟頭前面 嘴巴上面 這個都是中空的鼻痘 然後如果你 它鼻痘裡面會有黏膜 黏膜會分泌一些鼻涕出來 所以韋汝的小朋友 可能就是鼻子裡面很腫 因為感冒的時候很腫 所以裡面的鼻涕就跑不出來 跑不出來之後裡面 那個積水久了就會變臭 就會發燙 對 所以它的鼻涕就會變黏 對 然後結塊 對 所以就跑不出來之後 就是慢慢的就會開始發炎化膿 對 久了就會變成鼻痘炎是這個原因 鼻痘炎會怎樣 鼻痘炎就是第一個 它會跑到眼睛 有可能會跑到眼睛 第二個跑到腦部 對 所以這個比較嚴重 對 在腦部有在急診就遇過 後來在我們腦裡面就化膿 會傷害到視力 也會影響到腦力 因為基本上那個感染 它是一個發炎的物質 所以它會嚴重 它會破壞附近的構造 所以鄰近的器官 它又到我可能是已經想到 這樣看來還不單純 小朋友要小心 我常拿鼻痘炎開玩笑 真的 我在演了一個舞台劇 我就把它當鼻痘炎開玩笑 不要小看鼻痘炎很嚴重 真的 我在今天以前都覺得它還好 我就覺得它是比較重的感冒 真的 我相信有人不是很親自鼻痘炎 我也不信心 盧學瑞 最嚴重的感冒分享要畫面是什麼 最嚴重是有一次 那時候H1N1非常流行的時候 那時候我一開始只是覺得 我應該只是輕微感冒 然後全身就無力 然後任何症狀都有都很不舒服 然後就覺得 我完全沒有辦法離開我的床 那時候就覺得說應該就只是 就是正常的感冒 一般感冒這樣子 然後就請我朋友幫我配藥 然後配藥回來的時候我就吃 吃的時候我還是覺得很不舒服 而且那時候還有通告 然後還要去練舞 所以變成是我去練完舞的時候 然後我就覺得不行不行 好累喔 然後就還是練完舞 然後就再去上錄影 然後錄影完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是唱跳的 然後唱跳完的時候 我真的不行了 我真的一定要去進醫院 然後那時候就去醫院 然後去掛急診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先做那個快篩 然後快篩之後就講說 喔 你中標了 就是我其實是很嚴重的 就是H1N1這樣子 會傳染吧 對 是會傳染的 你上一整天的通告 你傳染有多少人 對 我們那時候就被他檢查 我就說 我說我還去上通告 我說會不會怎麼樣 然後他就說 我們就是再繼續做檢查這樣子 可是因為我隔天 又還有通告 可是那是推不掉的 然後又覺得 抬去 對 我又跑去 然後錄影完的時候 我再回去醫院的時候 結果旁邊呢 多了另外一個我認識的人 叫葉維廷 他跟我上同一個通告 蛤 對 他就是跟我一樣 蛤 你怎麼會扶著你的要求 對 然後就那時候就開始 才發現說原來是這麼嚴重的 而且嚴重到我那時候 真的是已經 全身就是非常 我覺得已經有一點沒有意識的狀態 就是別人跟我講什麼 然後而且我們在等待的時候 有發燒 有 有發燒 然後而且那時候在等待的時候 我就覺得 趕快 趕快把我治好 讓我覺得我快死掉了 因為我全身是真的是很不舒服 然後痠痛到不行 然後任何的症狀都有的感覺 H&M1是一個本土的細菌異變 還是它這個外來種 它是 這種是流感病毒 流感病毒基本上是 是鳥類的病毒 它存在於 是鳥類的病毒 對 但是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跟大自然的一些融合以後 它跑到我們人身上來 那它其實有 H有15種 那N大概有17種這樣子 對 那它排列組合 那H&M1是最早是 1918年就有了 最早1918年 1918年 對 醫學上有幾乎從1918年開始就有 那 血液感染這個應該是2009那一次 2009那一次是從墨西哥跟美國傳過來的 喔 那目前 全台灣都有 對 只是毒性都很強 1918年那一次全世界死了4千萬人 喔 真的假的啊 它死的人數比第一次世界大戰 死的人還多 比打仗還多 好可怕 那只要你覺得痠痛得非常非常不舒服 再加上大人合併高燒 幾乎都不要把自己當作是普通感冒 當作普通感冒真的治療起來會吃虧的 普通感冒的治療方式跟H1N1是不一樣的 有一些特殊要注意的事項 例如說 普通感冒我們叫做症狀治療 頭痛啊 然後噁心嘔吐啦 或者咳嗽流鼻水 你有什麼症狀給你什麼藥 但是如果你確定是流感 H1N1 現在甚至於認為說 雖然實際上的文獻不是那麼多 但是可能可以 減低一天到兩天的不舒服的程度 一個叫做 抗病毒藥物 直接針對H1N1上去 基本上你如果吃了抗病毒藥物 大概兩天之內 你的燒就可以穩定一點 而且你的症痛可以大幅減少 我女兒也是 我女兒真的是 就是很愛生病 每個 就是從第一年級 第二年級開始 一上課開始 只要每到禮拜五下午就開始發燒 而且它每天會燒到大概40 41度 這麼高 對 她抵達力這麼弱 事實是也很高 就是我都說她是發燒女王 發燒女王 很會燒 只要假日 我們永遠沒假日 因為永遠都在家裡 也要小心 還有兒子就是 她只要一生病就是會叫擦感染 然後她常常就是一發燒就是吐 然後她有時候就是 因為她低年級的時候 班上有個同學就是 長得也很帥一個小男生 然後身高就是外表都很正常 可是她的智能就是比較不足 然後我就說為什麼她會這樣 因為她看起來不是唐室寶寶 她媽媽就說因為她小時候發燒 燒過頭 她是不燒壞掉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很多畫面 真的有 這沒有腦子燒壞掉嗎 真的有 我們家隔壁鄰居就是 因為他們晚上 就是夫妻倆晚上都會去看電影 讓小朋友睡覺 結果有一次他們出去看電影的時候 沒有發現小朋友在發高燒 回來以後就兩個人很開心 隔天燒到40幾度 已經來不及了 現在就是有一點就燒了 就燒壞了 到現在完全都是就不好可怕 我還以為人家開完一瘦 腦袋真的會燒壞掉 那個應該不會燒壞掉 不會燒壞掉 你跟妳 她是不是這麼鄰居 那你應該是剛才魏醫師講的 就是病菌跑到腦袋 對 它不是高燒讓它壞掉 是病菌跑進去 不是溫度太高 是細菌太厲害 你同一時間有腦膜炎 腦膜炎造成你發燒 腦膜炎讓你腦袋壞掉 並不是發燒讓你的腦袋壞掉 這種發燒是我們身體引起來一個 溫度設定的變化 所以基本上這個燒是良性的 它跟我們中暑那種無法 節制體溫上升的那種燒是不一樣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發燒 其實它是一個良性的反應 所以不用管它沒關係 應該是要探究背後的原因 從今天以後 不要再提腦子燒壞的這件事情 沒有 是腦膜炎 是腦膜炎 沒有腦子燒壞的問題 我覺得最嚴重的是 我先生有一次也是他生病 然後他就是 男生好像不生病都沒有什麼 他一生病都很嚴重 對 然後他有一次跟我說 我覺得我發燒了 就是感冒很難過 然後我們也是想說就 簡單的給他吃藥就好 所以大人就隨便 後來他就覺得不太對勁 他只要時間 就是好像有個週期 時間一到他就開始發冷 你看到一個180的大男人 會躲在那個背 就是床上這樣一直發抖 然後他跟我說我全身好痛 他說我覺得好像 一直被人家打的感覺 去醫院看了以後醫生說 你這個應該是腺病毒 腺病毒 很多細菌病毒 會造成人體的不舒服 其中有一個叫腺病毒 它的那個形狀 讓人家會命名為它是Adenovirus 但是這個腺病毒 它在小朋友最有名的一個叫做 燒酒雞 燒得很久 所以這個病毒不管給大人 雞 雞就是那個女生女肢膀 那個就是人的意思 就是說你只要得到大王蝶雞 雞的那個雞 不是那個真的那個酒 所以我們都會把它說 你得了這個病毒 這個病毒 它也會造成些微的肢體痠痛 那有些人會有一點點的拉肚子 但是最常見的表現就是 扁條線可能會紅 甚至於上面有一些白色的斑塊 那個我們有的時候叫做 那我們小兒科 甚至大人 我們看到扁條線上面 有這樣子的化膿性扁條線鹽 我們就要猜你可能是 你有可能是 那這幾個細菌或這幾個病毒 都是很容易讓你燒很久 那醫生根據你的症狀 猜測你是腺病毒 腺病毒你就要有心理準備說 你可能接下來會有一點咳嗽 流鼻水 但是它不是感冒 它會讓你燒很久 對 那我覺得我那一次應該是腺病毒 因為我那一次是 妳不要自己妄下斷妳 可是我也是 所以怕一般老百姓覺得 我應該是心肌狗賽吧 我跟妳講酒病真的會成涼醫 妳知道我現在怎麼看我是 有沒有真的感冒嗎 就是看我吐出來彈什麼顏色 因為我每次去看醫生的時候 小柯醫生就問我說 你今天彈是什麼 綠色還是黃色 黃色是金黃葡萄酒菌 綠色就是什麼霧霾中 什麼什麼鬼的東西這樣 你去吸到 你就會這樣子 我那時候就是燒退 剛好就在我大概前 大概這一個月裡面 我現在是尾巴 我早上起床還是會有一點 微微的黃色的彈 跟一點點血色 血色 妳說黃色是什麼菌 金黃葡萄酒菌 金黃葡萄 妳現在慢慢講 妳就很有自信的講一堆 大家說 妳說不是這樣 妳就 妳就很有自信的 妳就很有在講 來 繼續來 然後妳知道嗎 也不知道哪一派 他說人體會有自體修復時間 所以妳其實根本感冒 不需要去看醫生的 我說真的假的 他說一個禮拜就會好 我說OK 我跟你 就是我信你這一派王先生說法 我就一個禮拜不去看 結果就燒退燒退 我想說應該燒一燒就好了吧 然後妳知道我還遇到月經來 上面流鼻水 下面流血 整個人有夠痛苦 比你現在那個被打那個 還要痛苦妳知道嗎 我想說不行 我一定要去看醫生 妳要把畫面弄得這麼慘烈 對 後面講那一種 我有多腦 我還要拍舞台劇 還要唱跳 還要幹嘛 我那一整個禮拜我也是快死了 後來還有一另外一派王小姐跟我說 發燒就要吃什麼 我要吃冰 還可以貴 想說只有台灣的醫生說不能吃冰 國外 日本什麼什麼 美國都說可以 所以妳吃了 我就是那個來 然後吃冰 我看醫生 哇塞 整個人生有夠嗨 很不舒服 可是妳又你知道 飄飄欲錢又覺得 我看到上帝的那種感覺 那裡有光跟著光走 那裡有光 六位非常重要的一屆的好朋友 有一位病人告訴妳 他看到那裡有光 今天沒有精神 這樣 這是精神科 這是精神科 妳聽起來 覺得大勢不妙的舉手 是嗎 好 請放下來 六位有五位 起碼還有一位支持妳 來 有一支 有以下症狀的 妳絕對不只是感冒 感冒它久可不遇 或是它覺得開始越來越胸悶 會胸痛 會喘 甚至呼吸困難 這時候又有心悸的現象 這時候就是我們講的 妳說的都是我的對不對 真的假的 所以妳之前有感冒嗎 第二位有五位 起碼還有一位支持妳 來 裏一支 應該是說本來就是感冒它就是 我們中醫的觀點 它感冒的話 它就是一個外血的入侵 我們講說正氣內存 邪不可乾 就是當妳的身體狀況是好的時候 妳的自己的正氣去抵抗外血 像我們中藥一些介入的方式 它其實就算是一個症狀治療 就讓妳覺得可以比較舒服一些 但是如果妳的鼻涕 或是有什麼痰 那些顏色開始變化的時候 有時候細菌感染就會變成 比較難處理的一個部分 那我之前有遇過一個媽媽 她就是帶小朋友來看 她是媽媽來看診 她剛好那小朋友感冒 然後後來她就想說 吃了中藥之後 她覺得好像沒有好完全 然後她後來就是 小朋友還一直在咳 就是她感冒真的沒有那麼明顯 那媽媽就想說 那可能是中藥效果不是很好 她就帶她去看一個小兒科 那小兒科就也是把它當成 一般感冒去做治療這樣子 然後後來她治了一陣子 發現還在咳都沒有好 然後後來就是她帶去大醫院做檢查 後來發現 她後來其實是那個梅漿菌的感染 什麼菌 梅漿菌 梅漿菌 她的是肺裡面有梅漿菌 但是小朋友的梅漿菌感染 有時候她並不一定會有高燒 那她可能後期就變成 只是在咳嗽這個部分 所以後來她有用對藥之後 那咳嗽很快就好了 就等於說 前面那段時間的那些治療 可能都是沒有知道正確的這個部分 梅漿菌是蠻常見的 我有一個恐怖的經驗 就是你知道在SARS期間 只要病人走進來 我們都會懷疑 你會不會有SARS 然後我們有一個七十幾歲的老公公 他就是平常也是哀抽菸 然後咧他就說他發燒咳嗽 當時那個年代沒有快篩 沒有什麼流感快篩可以做啊 我們就來照一次肺炎租進來 伯伯你最近有沒有出國 沒有啦我只是去東莞看一下我以前的朋友 東莞 然後我們就免費送他單人房 然後咧我們給他特殊大禦 我們進去的時候 重重帶Angel 全部武裝穿進去 結果他真的肺炎惡化 因為他長大了我們還送SARS 好在不是 出來是什麼 梅漿菌 梅漿菌到底是什麼 它是一種細菌 其實日常生活都有 只是我們抵抗力好 像剛才中醫師講的 只要你正氣在這裡 其實你是不怕的 但是就是有時候我們正氣不足的時候 它會跑進我們的肺部造成肺炎 那大部分90%的肺炎其實都很輕微 只要用抗生素其實大部分都會好 甚至像程誠哥這麼強壯 說不定你咳一個禮拜會自己好 我們有病人真的一個禮拜就 一個月一個禮拜 後來一個月他就會自己 抗力好就會好 但是你會咳得很難過 感冒的症狀真的都不太一樣 醫生是不是可以透過一些 感冒的什麼樣的症狀來 推敲到他這些前兆 可能帶來的是什麼嚴重的感冒 一般來我們感冒基本上都是症狀治療 可是有些人感冒他久可不遇 或是他覺得開始越來越胸悶 會胸痛 會喘 甚至呼吸困難 這時候又有心肌的現象 這時候就是我們講的 心臟 心肌炎的一些症狀 我最近就是這樣 你說的都是我的意思 真的假的 所以你之前有感冒嗎 真的假的 這時候還是要小心 就是說你看你的狀況 跟你之前來比較起來 你覺得說最近其實 就是這個胸口越來越悶 越來越喘 越來越不舒服 這時候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有可能小病也會變大病 哥 你那多久以前的事情 一個月 一個月 你現在還健在 應該好了 對啊 很慘 因為原本原才在嗎 好怕 剛剛才說的那些症狀 延續了這一個月 但是他剛剛說的比較重 什麼呼吸困難 胸悶 還有什麼 心肌 甚至心肌 是這將近一個禮拜以內的事情 其實這個真的要注意 因為剛剛林醫師所提的 有可能是因為一些病毒 造成了心肌炎的 心臟衰竭的症狀 像我就遇過一個年輕人 我們一般說那感冒 他其實你多休息他會好 因為他不是細菌感染 他可能還是需要 靠你的抵抗力去恢復 那每種病毒 他有感染的病程 可是當你出現這些胸痛 胸悶 甚至你走路 走幾步也會喘 你就要特別注意了 我們流感施打疫苗 都是專門針對年紀很小 或年紀很大 為什麼 因為他們抵抗力不好 可是有些年輕人為什麼會有狀況 因為 我遇過一個20歲的年輕小伙子 那他其實有一些感冒症狀 可是他在大學 每天跟他的同學就是 白天上課 晚上就打電動 打電動 對 然後打得非常晚 那他已經是感冒很不舒服了 他也是這樣子玩 甚至他倒會喘了 那打著打著 他忽然在宿舍暈倒 那他的同學會叫不太醒 叫我一下他雖然可以完全清醒 可是覺得他忍不太對 把他送到急診室來 結果血壓只有80 那我們看到他的時候 其實他蠻喘的 他喘到什麼地步 他其實沒辦法躺 他稍微要有點端坐呼吸這樣子喘 可是他當時意思是清楚 他當時昏倒之後人是有清醒 到醫院 那我說 你這樣子喘多久 他說喘 我最近感冒 感冒第三天之後 我就開始會覺得喘 那我說那你怎麼沒有來醫院 他說 因為我覺得那是因為鼻塞造成的喘 所以他就沒有來醫院看 那事實上他當時有個心臟衰竭的心情 他 已經有心肌炎 然後血壓非常低 有一個心靈性休克的狀況 可是他自己都不自覺 他也真的就是用 比賽來解釋他的喘 結果來到醫院的時候 血壓就非常的糟 不過還好是到醫院處理之後 他最後是有 康復回家 所以其實你感冒之後 其實有一個關鍵點是 你要 你不要讓你的抵抗力下降 不然其實他會變成重症 病發症 之前我有一個病人 也是30幾歲 一樣的狀況 可是感冒都沒有好 結果他來急診是越來越喘 來急診之後 兩個小時就插管 四個小時就CPR 蛤 對 他是猛暴性心肌炎 最常見的一個狀況 猛暴性心肌炎 後來因為他其實才30幾歲 那剛結婚沒多了 老婆20幾歲 那我們真的是要救他 所以我們等他CPR了兩個多小時 連IBC都上來了 就是我們講的主流氓 其實我幫我要放進去 那原則上就在旁邊一直 這個跳這個心事的一個心率不整 我們一直惦記一直CPR 當時我跟急診科的醫師 同理合作去救那一個人 到最後兩個小時就救不起來 那他老婆 還是走了 對 還是走了 那他的老婆20幾歲 他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整個哭倒在地上 我特別講說感冒要注意什麼事 各位記得喔 如果你是大人 甚至於你是國中高中以上的人 只要有發燒 盡量不要把它當作單純的小感冒 喔 小朋友小時候接觸的病毒不多 所以任何一個病毒到小朋友身上 他可能就是先用發燒 告訴你說我來了 他都會有反應 我進攻了 但是到了大人之後 其實那些病毒到你身上 你已經之前早就遇過了 老朋友 所以你遇過任何一個 比較強悍的病毒 會造成你發燒的 那或許都不是單純的感冒 所以我提醒喔 如果是大人只要有發燒 你不要說 因為台灣太多人都認為說 這個也是感冒 那個也是感冒 每個症狀都告訴自己是感冒 那我講小朋友來講 注意 精神 活動力跟食慾 只要精神不好 食慾不好 活動力很糟糕 就一定有事情不對勁 我自己有一個四歲的病人 他爸爸是高知識分子 所以他腦袋裡面僅記得幾句話 發燒不會燒壞腦袋 感冒不用吃藥 他記得這兩句話 這兩句話是很多醫生宣導的喔 可是他忘記了一件事情 感冒還是要去看醫生 那他帶來我面前的時候 小孩子已經發燒三天了 然後咳嗽流鼻水 拉肚子之外 一人咳 全家咳 竟是這個恐怖疾病 六歲的男生他咳嗽超過一個月 請問一下你家裡面 有人也咳這麼久嗎 他說他阿公 阿嬤都咳了半年 喔 這麼久 結果 哇 這麼嚴重 小孩子已經發燒三天了 然後咳嗽流鼻水 拉肚子之外 兩天不喝水 兩天都不喝水 兩天再喝水 高知識分子怎麼會讓孩子不喝水 就是這樣子 他就是覺得說 反正孩子度過這段時間就會好 所以孩子來到我面前的時候 嘴唇乾裂 哭的時候沒有眼淚 尿尿減少 然後我聽他的心臟的聲音 跳動得非常非常快 因為他血液水分不足的時候 他只好心跳加快 幫忙把血液重新再送出去 嚴重脫水症狀 我後來趕快寫轉診單 讓他去大醫院說 第一時間就是打點滴 水分趕快供應 供應到他有尿尿出來之後 你才可能說這條目印救回來一半 一半 剩下的還要繼續弄 你發燒發燒了三天 到底是什麼原因 這些還要繼續找 可是問題是你水分沒有把它補回來 心跳沒有恢復正常 他爸爸差點害死他了 真的 就是他的高知識分子的想法 讓他沒有讓這個孩子去看醫生 好 接下來是 感冒引起的疾病是很可怕 但是 如果 誤以為是感冒而忽略的疾病 讓你想都想不到 結果 不堪設想 現在請醫生告訴我們哪些疾病 他會偽裝成感冒 好不好 之前我有一個五十幾歲病人 其實他在 某一條知名的夜市開中藥房 不能講是哪個夜市 他自己他本身 從小到大他只吃中藥 他不吃西藥 所以他都覺得說 最近怎麼咳嗽 然後流鼻水 喘 有一點點喘 他覺得他自己都調配一些方技來吃 可是吃了兩個禮拜怎麼都不會好 他覺得越來越喘 胸口越來越悶 這時候他就沒有辦法 他必須要來到我們急診室 但我們急診科的醫師 有幫他做一個心電圖 發現說 這個林醫師 你說那病人狀況我先去看一下 到現場的時候 他的心臟的抽血酵素也是非常的高 大概二三十倍 心臟酵素 我們就確診是心肌梗 心臟酵素 對 一般而言 心肌梗塞 我們看了心電圖之後 還有臨床症狀 另外來看心臟的酵素 心臟的酵素就是我們 當我們心肌受傷的時候 那個酵素會從心肌釋放出來 所以在血液當中 我們抽血就會發現說 心臟的酵素特別的高 就代表說你心臟受傷 一定是可能是心肌梗塞引起的 那當下我就跟病人講 這次心肌梗塞很嚴重 要住交病房 可是病人說 我只是來看感冒的 我幹嘛住交病房 然後就一直不想上去交病房 然後就自己跑到 索性跑到那個急診室的外面 那覺得你們醫院的冷氣很冷 我吹了我會窒息 我會越來越喘 然後就一直怎麼勸他都沒有用 結果我們整個醫療團隊 都站在他外面 把他包圍起來 然後裡面也是一圈家屬 一直勸他說 你這個病很嚴重 一定要治療 病人就是不要就是不要 當下也是爐了很久 大概是兩個小時 大家說 不然你這樣子給我一個小時就好了 讓我照一下 就是做心導管 最後病人願意了 他就說好吧 那我讓你照一下好了 結果一發現說 他的三條血管全部都塞 他本來是左邊的兩條血管 我們心臟的觀眾都沒有三條血管 然後左邊兩條已經是慢性阻塞 他是靠右邊的血管去供應 小分支去供應那些左邊的兩條血管 本來塞住的地方 他這次心肌感是剛好不曉得右邊的血管 只是他命大塞的是末端的地方 他前端的地方是很多小分支供應 所以病人還沒有立即造成 新一新的修隔跟促齒的一個風險 那當下我就跟他講說 這個時候要處理 大概是用30分鐘趕快把這一條血管打通 打通之後他覺得 不太悶了 比較不喘 舒服了 對 後來後續續的 也接受了兩次心導管的治療 總共放出六隻支架 把他全部刪好全部治療好 現在狀況都很好 然後病人回診的時候 還特別感謝我說 早知道應該聽你的話 就早點治療心肌梗塞 不然我現在走路應該不會那麼嚴重 他現在還是有一點點併發症 還是有一點點會傳 治療好了還會傳 對 一般的眼心肌梗塞 之前有醫生跟我們分享過說 時間是越短 越快治療 愈後愈後愈好 就像火燒房子一樣 所以你盡早的要撲滅 所以基本上他就以後的愈後會愈好 所以保存心肌的範圍就愈大 門診的時候遇過一個50幾歲的老太太 然後她來的時候就說 她感冒了兩個多月 因為她說她鼻塞一直流鼻水 流鼻涕 最近開始耳朵會有點悶悶的 然後我一看的時候就 中耳有機翼 可是大人其實比較少中耳眼 小朋友才會 因為小朋友的耳眼管是平的 比較靠近水平 大人的話是有垂直 所以基本上你除非 真的是有特殊的問題的話 才會有中耳眼 就是像你打噴嚏的時候 鼻子捏住 然後啵 然後鼻液才會往上衝 要不然大部分其實 那個大人其實比較少中耳眼 所以她來看的時候就 這個要提高警覺 然後在看她鼻子的時候就發現 喔 她的右邊鼻子裡面 長了一顆很大的腫瘤 腫瘤 對 它就是我們一般台灣人 蠻常見的鼻咽癌 鼻咽癌 對 鼻咽癌的起因是什麼 鼻咽癌基本上 像在一般來說是一個我們基因的問題 是基因的問題 對 我們中國那個南海一帶 然後台灣 香港這些其實都是鼻咽癌的高發生率 像美國就很少 不是會因為 不會因為什麼後天的生活習慣造成 當然會 像最近來說鹹魚啊 鹹魚已經是 被世界衛生族認可是一級的致癌物 一級致癌物 一級致癌物 你說那馬有鹹魚啊 那個 鹹魚基地炒飯那個鹹魚 對 哇 很好吃耶 所以草原二可能要檢查一下喔 我為了再做美食節目了 太細菌了 很好吃耶 那個耶 不過敵恩來來說還是遺傳為主 基因的問題 基因問題 其實幾乎所有一開始咳嗽的疾病 都會被人家當作是感冒 我自己一個病人 可能六歲的男生 他咳嗽超過一個月 其實基本上 感冒你咳嗽超過兩個禮拜以上 就不是很正常 你就要想到一大堆啊 什麼氣喘啊 鼻涕倒流啦 鼻鬥發炎啊 胃食道逆流啦 反正一大堆 那我就看見他咳嗽咳了一個月 然後他告訴我說他胸口會痛 然後呢 我再問他說 請問一下你家裡面有人 也咳這麼久嗎 他說他阿公阿嬤都咳了半年 哇 這麼久喔 我就覺得這個事情不大對勁了 我就說這個孩子 請你去大醫院照張S光片做個檢查 阿公阿嬤順便去檢查 結果 肺結婚 哇 這麼嚴重喔 就是之前那個 那個紅樓夢裡面那個 林大玉還會吐血 咳血的那個 所以基本上我會跟各位講 如果你咳嗽超過兩個禮拜 咳嗽有痰 然後 這五點裡面如果超過兩點三點 有出現的話 其實還是要去大醫院照一張S光片 會比較放心 正常的感冒 食慾減輕不會太久 然後呢也不會讓你說 這整個人說整個胸口疼痛不舒服 這個要非常非常小心 會好嗎 很難治療 長期吃藥 肺結合要長期吃藥 因為這個有些長輩 用藥的順從性不大好 現在甚至於有專人送藥到府 到你面前你直接看著你吃下去 有些人要治療到半年以上 甚至於你身邊的這些人 就算沒有咳嗽的 也要去做檢查 有一點反應的 也可能要預防性的頭藥 他是空氣嘴 對 他是空氣 FEMO 我來分享一個比較特別 因為其實我們在急診 很不喜歡遇到不明熱 就是說他發燒 其實問不出什麼原因 那很多人都會把他當作感冒 像一般我們就發燒 全身痠痛 淋巴結腫脹這樣 大部分都把他認為 這個就是一個感冒症重 那我曾經就遇過一個年輕的女性 那他來急診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陸陸續續這樣發燒 全身痠痛 甚至頭痛 淋巴結腫 他已經超過兩個禮拜 來的時候我問完病死 真的也問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所以那時候其實 身為一個那個 那個心思細膩的急診科醫師 當然要把他全身看透透 不過我是叫他先自己去看他的身體 那我叫他把他身體上 找了有沒有什麼奇怪的紅疹子 還有什麼特別的病障 那後來他在廁所胯下間 發現了一個無痛的交加 就長了一個 長在哪裡 他長在那個大腿的地方 有一個這樣子的交加 而且他忽然想起來 對 他的躯蓋其實有一些小紅疹 那後來我就跟他說 你這個是 後來我就跟他說 養蟲 養蟲 陳哥有沒有聽過一句話叫 別來無恙 對啊 我們古時候人都會說 別來無恙 別來無恙 其實這個樣子的就是養蟲病 那這個樣蟲 他其實很喜歡躲在草叢裡面 所以在台灣其實我們金門 花蓮 高雄 南投 其實都是疫區 都有可能會有這個樣蟲 到今年的10月 高雄已經有40幾例 這麼多喔 那這個多可怕咧 我們其實是被樣蟲叮咬到 被樣蟲本身有感染的 立刻刺激 那個立刻刺激傳到我們身體 產生了一個病症 那他初期就是一些發燒啊 感染啊 甚至有時候會起紅疹 那他最有名就是會出現 這很典型的 他叮咬的地方 會有這個無痛的交加 所以不太會被發現 尤其他的位置又 沒有 就是一個叮咬的痕跡 好像一個煙燙傷 我們醫生考試就是考這張圖片 應該會癢吧 這個疾病其實 如果你沒有發現沒有治療 其實有六成的死亡率 可是你 對 前陣子有一個新聞 就是有一個外國人在蘭嶼 被叮咬 後來多種器官衰竭 其實就是這個樣蟲病 所以這也不能輕忽 那你其實如果你有治療 九成五會好 簡單投了抗神素 九成五就會好 所以那個樣蟲長這樣子 沒有這麼大隻 它其實不到0.1公分 非常非常的小 好噁心喔 所以它其實都很喜歡在那種雜草 所以其實你如果去做一些戶外活動 之後你有很不明的發燒 一兩個禮拜都沒有辦法緩解的時候 注意在自己的身上 有沒有一些無痛的咬痕 太可怕了 今天不管從感冒的角度出發 或是從哪些病偽裝成感冒 我覺得都有 現代人應該是不可輕忽的 而且需要重視 而且需要具備一定的知識 基礎來去面對它 而且來處理它 然後最後搞定它 我們用西醫跟中醫 最後來給我們很多的提醒 好不好 因為確實啦 現在我們看感冒這件事情 其實在台灣有一些人 他真的就是比較偏向自然療法 或是他們比較相信中醫 他們就會自己當醫生 然後自己看古書 因為中醫的書其實都看得懂 西醫很難嘛 英文看不懂 中醫的書他們自己都看得懂 他們就會自己抓藥 然後自己配這樣子 但其實他們 就是有時候啊 常常有時候你的疾病 並不是單純的就是感冒 所以我會建議說 大家還是要相信你的醫生 我想我們身處在台灣 是一個蠻幸福的環境 因為診所開得比 遍地商店還多 對 沒錯 所以醫生的重點就是要幫你診斷 要讓你排除我們剛才講的 那些恐怖的疾病 對 我們面對醫生 詳細說明自己的這個 目前的健康狀況 讓他準確地把你判斷 到底是不是真的感冒了 才能夠真的對症下藥 好不好 感謝你們今天收看 別忘了每個禮拜 到禮拜五的晚上 接著到十點 總年綜合台三週的頻道 隨時收看我們的金牌大間諜 祝你健康 OK 晚安 拜拜 謝謝